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之前上网看过iPhone的iOS升级到18.1 除了有AI功能之外 还有新加了一个听力测试功能 之前在我们的频道上 也有玩过听力测试的耳机 包括天龙的Pearl和Pearl Pro 可以经过测试 知道听力的频率和度数 然后在声音上给你补触中高低三频的位置 而今次的AirPods Pro的玩法 听说可以做这个左听器 我已经更新了18.1 而我亦有一个AirPods Pro的耳机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力测试究竟是怎样做的 首先我们在南亚已经连接了AirPods Pro 2 然后进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在听角健康的地方 就有一个听力辋试 现在是关闭的 下面就有一个进行听力测试 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 做的时候 它就会叫我把耳机放入充电盒 过几分钟之后再做 我就不太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它也应该要做一些更新的 而这个耳机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听力测试 我们试试如何做 首先进入后 它就会说听力测试你的听力 接着就说了一大轮相关的道理 我们就开始使用 它会问你一些资料 先问你18岁以上没有 然后现在有没有过敏或感冒 或者有避斗炎等等的东西 那我就没有 24小时之内 有没有处身于高音量的环境 譬如演唱会或者建筑地盘 也没有 接着就下一步 它就会有一个音量测试 就告诉我现在的环境 好像现在看到噪音太多了 它已经听到 就算我不说话 其实它也应该不行 接着它就会建议我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测试 我静了之后不说话 它就可以让我进行下一步 提示我要先戴耳机 接着就进入调整深度 直至耳机紧贴你的耳朵 但是要舒适的 这样就照做吧 AirPods 会检查两只耳朵的贴合度 以及测量背景噪音 检查期间播放音乐 但这个就未是听力测试 我现在开始 因为在这个窝居区 就算是冷气和我们的风扇 即是伺服风扇 它都觉得作用太大了 所以现在我就进去AV房里 关门 做完出来和大家再分享 测试的过程其实都挺特别的 首先你要找一个环境 是静到嗡嗡声 带着耳机会变回声音 接着它就会播放很多不同的声音 先开始会是左边耳朵 接着它会出一些高频 出一些中频 接着会出一些低频 但是它的低频不是超低音的 所以它都会变回声音 但是音压是蚊子的 真的蚊子的 所以你无必要找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环境 才能做到的 这个听力的效果 它出到来 我自己就会觉得 其实都挺数据化的 相对来说 我觉得如果一般朋友想知道自己的中高低三频的灵敏度 这个图是比较难看的 左手边是11dB HL 接着右边耳朵是15dB HL 两边耳朵在最高频段的分别也有少少大 但是在这个数据上来说 其实它就说是极少至到没有损失 如果你的耳朵是低于25dB 它都会当你是没有任何损失的耳朵 即是说听力没有损失 如果你的耳朵是26dB到40dB 就会开始觉得有轻度的损失 接着就会有中度和严重损失 或者是重度损失 如果是81个分贝以上 其实就当是听力受损 它就会在耳机上 其实就会因应相应的频段 去帮你去补养你损失的位置 因为它是由125Hz至8000kHz 这样去测试 所以其实你都会幻想到 如果它看到某一些频段 它会是低了的 它就会在AirPods上 将声音调校到适合你听的位置 进入蓝牙耳机那边 接着听力辅助 其实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补养 听力辅助我之前已经做过了 它就会照问你一些问题 接着就应用你刚刚做完的听力测试 下一步 它就会告诉你如何帮你做这个补养 现在因为我的听力测试的结果 是极小节目有损失 所以在下面来说 你会看到它是不需要更改AirPods的调音 去符合我的测试结果 所以基本上现在在这个状态之下 AirPods Pro 2 是没有东西需要做的 这个AirPods Pro的耳机听力测试 我觉得都挺特别的 如果大家手上有AirPods Pro 2 其实都可以玩一下 不过要比较上了解到每一个频段的效果 相对就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在图上 我自己也是觉得 Denon Pearl 的公仔会比较上清晰一点 但当然了 可能你会说没理由为了这个听力测试 买这耳机的 绝对千万不要这样做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自己的听力 也可以去看医生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可以当是一个 iPhone 和AirPods Pro 的小玩意 如果大家已经有这两部耳机 就不妨试试试听力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AirPods Pro 2 的听力测试 如果大家看完这条影片 有什么想和我分享 记得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下次再有这些小话题 再和大家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